欢迎收看七点直播室 我是徐晋日 我是罗天盈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结束 政府暂未公布报名参选总人数 已经报名的绝大部分是建制派 民主派无人拿到足够三会提名 民主党和民协更是首次未能参选区议会 建制派的实证员卓 亦有四人未够提名 召集人田北辰说他们绝对爱国爱港 问题在于接触不到大部分三会成员 何婉仪报道 民主党和民协早前分别宣布 派六个人和两个人参选 但最终未够提名入閘 亦有建制派政党的参选人 未能全数入閘 实证员卓原本派五人出选 只有一人成功入閘 召集人田北辰说 其他人最终只得到四个提名 不够最低入閘要求 过程中他们到访241位三会成员的住所 只有41人应援 应了拒绝听嘴介绍的就有15人 这些似乎是完全背弃了提名人应有的责任 应了门肯听我们的同事介绍政党的就有26人 有7位听完我们之后就打回便马给我们 就说会提名我们 田北辰说制度本身没有问题 但他会建议政府修例 下届开始要求一半委员没有政治联系 还有委员会主席要保持中立 出现的问题很简单 只有一个 我们根本接触不到 没有大部分的三会成员没有法子 告诉他们我们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值得他们提名 我们敲门那些说听介绍都不想听那些 那类人政府将来不应该委员 我们是有实力的 一个区有两个议席 多只香奴就多只鬼 那我相信因为我们这只香奴 有险上的敬佩 他说没有向中央或中联办反映情况 认为这是香港内部的事 有线新闻何软宜报导 截至星期六 有226人参加地区委员会界变 172人出战直选 竞争最激烈的两区 6人争两只 绝大部分参选人都是建制派 传播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 中央或特区政府都想借这个机会 明确爱国者的定义 何软宜报导 截至星期六 一共有172人报名参加区议会地方选区 绝大部分是建制派 民建联佔最多有四分一 其只是25人的工联会 香港新方向都有5人报名 非建制派入面 只有民主思路一人够提名入閘 44个直选选区都有竞争 其中大埔北和游尖旺南 更加有6人争两只 中区、小区、湾仔和大埔南 有5人争两只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形容 今次区选是爱国者之间的竞争 如果不是合资界的爱国者就很难参与香港的管制架架 包括区议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无论中央也好或者大推荐政府也好 都想借这个机会被这个爱国者参与 所谓的泛民主派或者是中间派或者甚至是激战派系 有建制派政党派出的参选人未能全数入閘 新思维可以选立法会 但是又未能入习选区议会 刘兆佳认为三会成员未必只是看政党 刘兆佳说反对派支持者未必投票 又没有重大政治议题的情况下 估计投票率有两成多已经是不错 有三成更加是超乎预期 有线新闻何远宜报道 政府公布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 会分为四个发展区 预计2027年起分阶段收回900公顷用地 发展局说项目计划已经部署好 由宣泽小组研究融资方案 相信能够处理现金流问题 王俊迁报道 北部都会区占地超过3万公顷 政府公布详细规划方案 由西到东分为四个发展区 最西面的是高端专业服务及物流枢楼 主要由洪水桥、元朗南等新发展区组成 占地1,200公顷 将会发展金融、法律等的专业服务 比论的是创新科技地带 重点设施是占地大約600公顷的新田科技城 当中包括河套区的港新科技原用地 亦都会设立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 口岸商贸及产业区主要由羅湖、民感度和香源为口岸 加上一个规划中的新市镇组成 占地大约1500公顷 政府计划在区内设立口岸商圈和新兴产业基地 最东面的是南陆康洛生态圈 包括即将设立占地大约530公顷的 鸿花岭交易公园 以及沙头角、莲麻坑一带 将会发展成康洛及旅游区 整个发展规划 政府预计需要收回大约900公顷的用地 2027年起5年内会先收回700公顷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相信 收地的补偿不会对政府财政构成压力 我们收地补偿的一个制度 每一幅地其实是赔多少钱 上面的住户我们是如何赔发 有这个制度的 所以那个钱和我们的进度 是完全可以计得出来 有多少的资金我们希望是来自市场 多少是政府去出 其实只要我们研究到有关的方案 也都我们各个项目那个计划 其实我们在一个时间表那里部署得好 其实我相信都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 我们都是可以处理得好的 林汉豪说整个北部都会区都可以考虑直接批地 但同时会保留投标的形式 他不担心出价过低或者流标 说认同北部都会区有潜力的人 自然会在投标的出价反映 重新政府卖地主要是想达到政策的目的 有线新闻王俊卿报道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刘国勋认为 行动纲领未有详细罗练发展北部都会区的政策 期望政府尽快公布 要实现产业带动 实际上除了可能收地或者做一些设施 甚至乎有基建之外 其实更加重要就是要有政策的支持 有政策的推动 所以今次的行动纲令 实际上我们只见到一些硬件 一些基建 但是在里面我们未见到有什么政策 配合整个北部都会区 如何去做一个产业的导向 如何去做一个产业界带动 所以这件事我希望在未来 是可以尽快去将这边的内容再充实 政府两年前提出在北部都会区 发展2000公顶的湿地和海岸保育系统 最新的北都行动綱领 保育蝙蝠大减 保育区由6个减至2个 也都没有提及占地多少 政府解释两年前的发展策略 只是初步框架不是承诺 苏敬华报道 北部都会区有多片湿地 不少贫乱绝种的动物都会大驾光临 两年前政府公布北都发展策略时 就提出要积极保育 包括在南生围、三保树、豪壳围 发展湿地保育公园 另外也会扩建香港湿地公园 在尖臂咀楼浮山一带建立海岸保育公园 以及在沙岭画出自然生态公园 但是新江岭的保育蝙蝠 就只剩下三保树湿地公园 以及正是研究的楼浮山海岸保护公园 占地多少都没有提及 政府解释两年前的发展策略 只是初步框架 里面的数字其实不是一个承诺 譬如我们当时说覆盖什么地方 有多少个公园会是收地 有多少个地方会是做公园等等 这是一个大的策略框架 让我们再去深化 并不是答应了一些东西 然后不去做 凌汉豪说生态保育应该重失不重量 保育地带的大小也不一定影响功能 我们不会是希望走一个一换一的概念 所谓一换一就是你影响一平方米的湿地 你就在其他地方找回一平方米的湿地 我们不希望是用这个概念 虽然面积是有点不同 但是如果我们在功能上面 还有生态的功能 还有生物多样性 那个效果是做得更好的话 其实都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其实建立那个湿地系统 其实一定会小过之前2000公顷所说的 我没这么说过 就着建立湿地保育系统 环境及生态局正在做可行性研究 预料明年上半年完成和公布 黄叔贤说到时会交代更多细致 有线新闻苏敬华报道 本港施楼潜在供应 最新升至10万7千火 回复历史高位 钟彩恒报道 上一季一共有2500个新住宅单位落成 按季增加两倍 带动燃楼货尾增加1000火 即压到18000火的高位 已经批了 但是未动工的熟地供应 也都增加1000个单位 至于未卖的楼花 按季持平 维持在6万8千火 总计未来3至4年 一手市场私楼供应 有10万07千火 回升去到今年第一季的历史高位 有分析认为楼市减辣之后 预计交投量回升将会消化到部分供应 高财通的入市能力相对很高 所以我相信陆陆陆续续 虽然未来3至4年的供应 处于一个历史高位 但可以陆陆陆续续消化 未来这一年我相信会平均 即没什么大升跌 今年头三季加上 落成的单位有大约1万个 只是达到全年目标大概一半 至于地盘冻工量 上一季有3200伙开工 安歸回落近半 政府公布新一份 长远房屋策略报告 未来10年房屋供应目标 增加至44万个单位 最新的10年建屋目标 比去年轻微增加1万个单位 主要因为推迅度 住户数目正增长加快 而居住环境欠佳的住户 维持12万7千多户 公司仍房屋比例维持7比3 即是未来10年 目标供应30万8千个公屋 或者居屋单位 政府说已经重新发展区 和大型发展项目 未得足够土地 兴建41万个公营房屋单位 至于私人住宅单位 供应目标 预计未来3至4年 一手供应有大约10万7千火 回来新闻时间 四个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成员 前年通过动议悼念 是借七一刺警案疑凶梁建辉 承认是麦他人宿意伤人罪 判监24个月 四个被告是港大时任学生会会长 郭永浩 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张景生 评议员杜林承亨和容仲熙 原本被控港区国安法下 宣扬恐怖主义罪 开审之前承认交替的 善惑他人宿意伤人罪 法官借审自卫判刑说 四人火同犯案早有愿谋 而案和港大评议会识能 或学生利益无关 批评他们公器私用 案件亦有多项家刑因素 决定判四人分别监禁24个月 70岁退休老人 多次在街头演奏繁修例歌曲 早前被判无牌演奏罪成 他放弃上诉 即时入狱30天 被告李解新早前获准保释 等候上诉 他亲自到沙田裁判法院认讯 在庭上确认放弃上诉 说自己在内地出生 对香港法律一片空白 才不假思索提出上诉 裁判官将案件 当作刑期复核申请处理 并说被告一直不认罪 罪成后说死在监狱都无所谓 反映他无负义 下令他即时服刑 汇控上季案年多赚超过1.3倍 升幅差过预期 由于资本水平高过中期目标范围 计划进行新一期30亿美元股份回购 王淳谦报道 截至9月底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 升至14.9% 高过14%至14.5%的中期目标范围 汇控将会进行新一轮30亿美元股份回购 预计春年2月公布全年业绩之前完成 第三季稅前利养77億1千萬, 按年升超過1.3倍,但按季跌1.2倍, 少過預期的近81億。 科技成本及薪酬增加,令營業支出按年多百分之二。 第三次股息維持10美先,符合預期。 預期信貸損失10億7千萬,按年及按季都增加, 同中國內地商用物業相關儲備佔5億。 匯控說今季會再增加撥備, 但預期內地樓市已經見底。 第三季正式差1.7厘, 按季收窄0.02厘。 匯控不預期央行會繼續加息, 特別是美元利率,但高息會維持長時間。 相信正式差在未來幾季會大致平穩。 預期香港和英國貸款業務, 中長期有中單位數增長, 將會支持正利息收入。 有線新聞黃順軒報導。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在北京香山論壇開幕式致辭, 批評個別國家拉幫傑派, 細數動盪、干涉別國內政。 又強調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面對分裂行徑, 中國軍隊不會手軟。 第十屆北京香山論壇, 星期一早上舉行開幕式,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上臺支持。 他說有些國家蓄意製造動亂, 干涉別國內政。 又批評他們將世界視為靈活遊戲, 導致單邊主義。 他又提到台灣問題, 強調中國軍隊面對分裂行徑, 絕對不會手軟。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發言時就說, 西方正是試圖將烏克蘭衝突擴大到亞太地區, 又說俄羅斯只會遭受核打擊, 或者國家傳亡面臨威脅時才會使用核武。 今屆論壇主題是共同安全,持久和平, 相隔四年再以實體形式舉行。 當局說有九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以及國際組織代表參加。 有線新聞何新年報導。 跟進一下以巴局勢, 以色列軍方繼續深入加沙, 擴大地面行動。 巴勒斯坦的洪生越會指責義軍, 故意轟炸加沙第二大醫院周圍, 迫病人和避難的巴人撤走。 美國等強烈敦促以色列要保護平民。 李沛三報道。 網上流傳加沙第二大醫院, 聖城醫院旁邊遭到義軍空襲的片段。 醫院內煙塵飛揚,玻璃窗破爛。 巴勒斯坦的洪生越會指, 炮火的落點距離醫院最近只有五十米。 批評義軍是故意轟炸, 試圖逼走醫護、病人和過萬個避難的巴人。 遠方之前收到以色列的命令, 要生成醫院所有人撤走。 義方曾經指, 哈馬斯利用醫院掩護地道網絡。 義軍連一加強空襲加沙北部配合地面推進。 網上流傳片段, 有義軍在加沙的建築物懸掛以色列國旗。 軍方指, 單在星期日已經殺死幾十個巴勒斯坦武裝分子, 又說地面行動複雜、有風險, 但會從海陸空各方面全力確保士兵安全。 加沙的人道救援情況惡化, 有聯合國機構說, 幾千人闖入中部和南部多個糧倉和分發中心, 搶掠食物和基本生活用品, 警告社會秩序面臨失控。 到埃及拉法口岸視察的國際刑事法庭首席檢察官警告, 故意阻礙救援物資混入加沙, 亦可能觸犯戰爭罪行。 美國總統拜登致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時候強調, 人道救援物資必須立即和大量增加, 滿足加沙民眾的需要。 重申以色列有自衛權的同時, 有責任區分平民和恐怖分子, 以保護平民。 有線新聞李沛山報導。 以色列當局加強市內戒備, 暫時封閉經常有巴勒斯坦人進出的舊城區和聖殿塞。 以色列戰事引起的反猶太情勢。